國客國中秀是比較平衡的學校 為了讓學生有進到道館的學習機會 好好在好友的幫助 先以後空拍機下團 讓學生來學習操作 將家鄉美麗的風景記錄起來 大家除了可以用無感角度來實在國客 好好給學生來練習製作音樂品 學習新科技的東西 也可以來行銷自己的家鄉 在學生食手的操作機和空拍機 到達的上天上背起 雖然這操作機開始這麼簡單 不過什麼需要常常來認識 但是因為好勝處美音處 大家都是講完以來合適 看到空拍攝之後 覺得是一個很創新的東西 所以就想來學學 學了之後才發現原來那麼有趣 練了一年多 才慢慢能看著平板上面的畫面 慢慢飛出去 在這裡學到很多剪輯拍攝 一開始就是稍微拍攝一些正常的東西 很簡單 但是要把它拍好就是一些比較困難的 頭過空拍機社團 好好希望提供學生更多的合適機會 希望讓大家在處理的規定當中合適 並將故鄉的美麗記錄下來 頭過壓平的製作 也有更多人來看到國客 從那個齊柏嶺看見台灣 大家對於這個影像 它能夠展現的力量 其實是很有興趣的 那我們會覺得讓孩子能夠 利用這樣的一個設備 然後他們可以去了解他們所在的環境 然後可以操作 然後可以影片剪輯等等 那這個對以後他們去展現自己 我覺得是會有相當有幫助的 頭過兒子頭 然後學生也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到自己的家鄉 大家都表示實在是這裡不同的體驗 未來他們也希望頭過空拍機 來記錄更多的地方的風景 在練習途中 常常會跑到骨坑街上 這樣四處飛來飛去 然後進行拍攝 就希望未來能讓我們的空拍機 然後讓學弟妹和老師一起拍攝 然後讓我們骨坑這樣慢慢發揚王大 為9年開始成立的空拍機下 團體收到家庭學生的歡迎 大家都對這新的科技產品 感到信息有更好奇 為提醒來看到自己的家鄉 大家都有相當不同的感覺 記者講義參與報道